高雄市举重委员会代表选手胡俊祥 在17号的社会男子族73公斤级赛事中 试图打破由庄盛民2018年所创下的 停举172公斤全国记录 可惜裁判认定动作违规挑战失败 心情受到影响 不过仍以抓举125公斤 停举165公斤成绩 获得该量级比赛的冠军 胡俊祥表示下次还会再尝试 下次可能更高了吧 就不是173的再往上高了 因为毕竟有起来就是被判了失败 下次应该可以更好 有点难过 沮丧 欢迎来到社会女子组59公斤级比赛 同样来自高雄桃园区的江年新及陈静 两位国体大选手 分别拿下该量级第一与第三名 已经很久没有比赛的沉浸 为了能成为全大运选手奋力一搏 最后成绩抓举67公斤 停举97公斤 他对自己的表现打出80分 江年新则认为虽然夺下冠军 但举出来的成绩不如预期 上半年的时候肩膀受伤 然后蛮严重的 又碰到疫情 然后就整个都没有比赛 我好像没有太认真去训练这样子 突然知道要比赛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两个月前的事 能够调整到这样子我也觉得还不错 今天在做操感觉都蛮好的 但是举出来的成绩没有达到我要的目标 自己的稳定性要再提高 这次的比赛很不满意 江年新在本次赛事成绩抓举85公斤 停举110公斤 没有达到赛前设定的抓举87公斤 停举113公斤目标 接下来就把重心放在全大运 希望表现能比总统杯更进步 而参加社会男子组89公斤级赛事的 布农组举重好手谢孟恩 在17号下午5点多 已抓举150公斤 停举195公斤 总和345公斤 三破全国纪录 拿下冠军 另外代表第一银行的布农组选手高展宏 也在16号赛事中 拿下社会男子组67公斤级冠军 同时已抓举134公斤 停举168公斤 总和302公斤高标成绩 破置及缔造的全国纪录 原是新闻 胡宋 桃源归山采访报道